这是我见过最温柔的绑架 绳子不忍心细的太紧 抬脚的动作也尤为的轻荣 随后这个粗犷的男人打开冰箱取出一部分食材 是的 他竟然还会做饭 没一会的功夫 男人就为摩兹兰准备了晚餐 由于女人的手脚被束缚 他少起刚做好的食物 细心的在嘴边吹凉 然后再慢慢的喂进女人嘴里 这般的铁汉柔情 金姐已经许久没有体验到了 自打离了婚后金姐便独自带着十多岁 但儿子亨利生活在一处偏远的房子里 失去爱情后的他 脸上总是带着丁香般的淡淡油伤 好在亨利足够懂事 为了弥补母亲眼力的落寞 他尽量承担起这个家中男人的责任 只可惜做得再多 也无法弥补金姐心底的缺失 直到这天 金姐带着亨利在超市购物 一个陌生的男人突然走进了亨利 男人名叫大胡子 腹部受伤的他正需要帮助 在大胡子的请求下 亨利带他找到了金姐 大概是大胡子长得太过凶神恶煞 金姐没有多加思索就直接拒绝了 可大胡子强硬的态度 以及他放在亨利脖子上的大手 这一切都让金姐不得不妥协 在大胡子的威胁下 金姐只能将他带回自己的家中 刚回到家里 电视机里正拨着悬启事 定睛一看 新闻上那个被到处通缉的杀人犯 就是眼前这个大胡子没错了 金姐和亨利明显的就是疑了 而大胡子则淡定的表示 自己绝不会让他们受到牵连 只希望金姐能让他留下过夜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段五花大把 因为这样一来就算被警察发现 那也是大胡子蓄意绑架 而不是金姐窝藏罪犯 眼看到了睡觉时间 大胡子也不忘给金姐松绑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 他还是拿绳子将金姐的手腕 轻轻绑在了床岸上 以防警察半夜偷袭 等到第二天一早 大胡子又给两人准备了丰盛的早餐 这种贴心的男朋友哪里找 金姐顿时就卸下了防备 何况大胡子做的东西还特别好吃 紧接着大胡子的服务更周到了 他为金姐的家修补好了墙 换好了车油 还更换了火炉上的绿网 总之能想到的杂事所事 大胡子都一一细心的完善好 不仅如此 大胡子还叫到亨利打帮球 不得不说他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这个家男人的空位 然而如此温柔又顾家的男人 又是如何变成一个杀人犯的呢 男人抱着墙包中的孩子 在酒吧到处寻找妻子的身影 这么一个已有家世的女人 竟活得如此潇洒浪荡 看着他身边的男人 以日更的速度更换着 那时的大胡子甚至无法肯定 手中的孩子是否属于自己 于是一次失手后 大胡子不慎杀死了妻子 也就是那时候 他成了一个人人喊打的杀人犯 就在杰人沉浸在温馨的气氛中时 门外突然传来了一阵猛烈的敲门声 忐忑不安的金姐开门一开 不过是邻居前来送水果罢了 望着满满一箩筐的桃子 大胡子拿着咬了一口 香甜软糯 只可惜这些果子都太熟了 过不了多久 可能大半都得拿出去丢掉 但我们的大胡子是谁 他可是粗中有些的神出小富贵 大胡子当即就知道 金姐和亨利做起了桃子派 三人团结协作 很快就完成了这浩大的工程 咱就暂且不说桃子派的美味 光是这一来二局的亲密接触 就让金姐的心境慢慢发生了改变 只见大胡子的手 轻轻放在了他腰间 金姐没有抵抗 只是将头一点点靠在了他的怀里 众所周知 暧昧是一段感情里最令人沉迷的部分 还没等到金姐回味 大胡子就打算离开了 但此刻的金姐和亨利 显然对他都有了依赖 于是亨利连忙找了个借口挽留 大胡子见状也是心知肚明 没有再说什么便又留了下来 接下来的日子里 大胡子教亨利换轮胎 帮金姐运烫洗好的衣服 作为感谢 金姐教他跳舞 怎么说呢 三个人的日子还真比两人的好得多 可就在这天 一个没礼貌的邻居 突然闯入了金姐的家中 还好大胡子眼疾手快拉过亨利一起躲了下 原来是邻居希望金姐能帮忙照看自己的孩子巴黎 还没等到金姐拒绝 邻居就将巴黎撇下独自离开了 看到这个临时加入的新成员 大胡子啥也没说 善良的他还带着身体不便的巴黎一同玩耍 总之四个人一同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妙的下午 直到傍晚他们相聚在一起看电视 巴黎才猛然发现 新闻里所播放的逃犯竟然就是大胡子 于是等邻居来接巴黎回家的时候 巴黎本想告知母亲这个消息 谁知毫无耐心的母亲当场就给了他一巴掌 尽管简单粗暴又过分 但却是一定程度上的保障了大胡子的安全 可一想到以后的日子 金姐还是觉得不同 现今的他已经彻底清楚了自己的心意 他想跟大胡子有个家开始新的生活 于是两人计划了一下 打算前往加拿大 于是三人当即就开始收拾家中的东西 想要拿一些重要的物件 就马上离开这里 也是这时 金姐告诉了大胡子自己的身体状况 自生下亨利以后 他就患上了习惯性流产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如果大胡子选择跟他相伴一生 就再也无法拥有自己的孩子 可在真爱的面前 爱情的捷径又算得了什么呢 眼看出发的日子在即 可命运又忍不住要捉弄人 这大概是只有电影才会出现的真爱 两人相伴仅仅几天 却相恋了整整25年 因为马上要离开这个城市 亨利给自己的亲生父亲寄了封信 可在回去的路上 亨利却不小心遇上了警察 十多岁的孩子能有多精湛的演技 满脸心虚的他 很快就让警察发现了端倪 于是我们热心肠的人民警察 竟亲自将亨利送回了家 好巧不巧这一幕又恰好被金姐撞见了 正在收拾东西的金姐看到警察 心慌顿时表露无疑 然而这接二连三的心虚脸 又怎能不叫人起疑 尽管两人不停地辩解 可发颤的声音还是让人很难不在意 而躲在楼上的大胡子 也清楚地看到了母女俩和警察交涉的一幕 大胡子猛然意识到 他们竟然必须立刻马上离开这里 于是金姐连忙跑去银行 想要将所有的家当全部取出 然而就在他离开没多久 那个没礼貌的邻居就再次来访了 好死不死的是 他还恰好撞上了在修灯泡的大胡子 也是不懂大胡子为何要将自己的胡子离掉 总之他现在的模样 真是跟新闻里通缉的照片一模一样 没办法了 大胡子只能硬着头皮搪塞过去 邻居的一个又一个疑问 等到金姐和亨利再次回到家中的时候 一切都已来不及了 警车的警笛声从远处传来 大胡子紧紧地抱住眼前这个心爱的女人 随后再次用绳子将她绑在了椅子上 爱情来得快 去得更快 事到如今的大胡子只能自投罗网 旁人都误以为金姐是受精才面露难色 只有她自己知道 这是失去爱人后难掩的心碎 自大胡子入狱以后 深受情伤的金姐担心自己不能再好好照顾亨利 于是将她的监护权给了她的亲生父亲 每当亨利前去探望金姐的时候 总能感受到她的心不在焉和魂不守舍 或许是亨利的出现 勾起了她记忆里三人相伴的时光 时间过得很快 亨利渐渐长大 因为大胡子的教导 现在的她能轻而易举地给女友换轮胎 也能将棒球打得很好 她甚至靠着大胡子教她的手艺 凭借着美味的水果派 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亨利的生意做得越发火热 甚至被刊登在了报纸上 连监狱里的大胡子 看到了这则消息都难免一惊 于是她给亨利写了一封写 虽说是写给亨利 但资历行间却无一步透露出对金姐的思念 而现如今有了家庭的亨利又怎会不懂 她告知了大胡子金姐的现状 于是一个在平凡不过的早晨 一个苍老而健壮的男人 来到一间老旧的 小吴前邂逅一个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他们错过了整整25名 而接下来的岁月 又怎能不携手一同走过呢 相逢是男别一男人 温情如古话相思 春去秋来 今夕何夕 只愿白手不分离 这个世界太喧嚣也太浮躁 大概是诱惑太多 所以真爱太少 而旺旦旦的温情更能直出人心